吃飽饭后立刻剧烈运动会导致胃下垂 还是吃饱饭后立刻剧烈运动不会导致胃下垂呢 你选哪一个 吃饱饭后运动到底会不会造成胃下垂 你要先了解什么叫胃下垂 我们要知道胃在肚子里面 它有好几个韧带把胃固定在这个地方 而且胃呢 它也要维持到一定的收缩的张力 像我们的手这样要一定能够活动的张力 真正的胃下垂 它就有点像一只中风瘫痪的手瘫在那边 那胃呢的神经就是整个肌肉是松的松在那边 就变成一个胃下垂的一个状况 胃下垂真正的病因比较常见的 是一个久战少运动人 然后呢它的胃肠的神经元退化掉了 那这种东西在目前西方医学证实 能够让这个胃下垂改善只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要做适度的运动 比如说福利挺身 仰臥起坐慢跑 这些你可以让旁边内脏附近的韧带肌肉 做一个适度的活动变强壮 然后继而呢刺激这个胃肠道的一个神经元 那这个胃的收缩补动就会变好 另外一个就是要适度的补充综合维他命 那反过来讲我们常常说 吃饱饭后要运动还是不要运动 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在那边吃饱了 肚在那边不运动 好像肠胃就在那边消化不良 我们得知道喔 就是说肠胃道有进食跟没进食的时候 它的血流量相差有八倍这么多 那当你开始进食食物到这个肠胃的时候 本来在身体其他部分的血流量 它就会跑到肠胃来供应他们来进行这个消化 吸收的这个功能 那可是你今天如果说我吃饱饭后 我完全坐在那边都不动 其实对于一个肠胃的血液循环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当你吃饱饭后 起来微微的走动散散步 其实是一个好事 那为什么吃饱饭后剧烈运动 对你会是一个不良的事情 为什么呢 剧烈运动代表什么 代表我身体的很多能量跟血液跟供氧量 要跑到哪里 跑到我四肢的肌肉去了 这时候跑到肠胃道的血够吗 不够对不对 那跑到肠胃道的血不够的时候 肠胃道能够好好运作吗 就不行 会造成你的消化的机能 受到一个停滞的一个状况 久而久之消化不良的一些状况 就会跑出来 所以胃下垂是因为 久战胃肠神经元退化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如果说每次吃饱饭后 我真的每天 两年三年 我都一吃饱就去跑马拉松 对你用这样子很极端的做法 你用这样想 肠胃道的血液都一直没有 都一直跑到四肢去 那久而久之这样拉扯拉扯拉扯 你不但会胃下垂 你的小肠跟大肠的机能也会退化 你会造成消化不良的状况 但是吃饱饭后 如果说你都不运动 完全都不做 完全摊在那一边的时候 你因为肠胃道缺少了一个重力的 一个交换的一个刺激 其实你也会让食物的消化代谢变得更慢 所以在这边会鼓吹大家 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 吃饱饭后 适度的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散散步 不但对你的消化好 也对你的体态会有帮助